大家天天吃大鱼大肉也受不了 咱今天做一道素菜 清新小炒 酸药切成片 用花刀切出来比较美观 切完的片从中间 再来给它破一下 苦瓜 把这瘾要给它去掉 这瘾特别苦 咱片成斜刀片 小炒 尤其是炒素菜 原料的搭配要有一个原则 如果有三种以上的原料 那么这原料互相之间的颜色要交叉 或者是顺色 另外尤其是原料的质地 一定要揉合在一起 比如说硬的原料和硬的原料相配 软的原料和软的原料相配 这样的话炒出来的菜肴 它的口感才能一致 也能够同时入味 使这个菜肴在味道上出现 它拥有的这种特色 咱们还是来调一个胃水 碗里放少许的水 放入盐 鸡精 白糖 再来放点水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 放几滴香油 再放几滴白醋 起锅烧水 烧开之后呢 放少许的盐 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苦瓜山药 还有木耳 红椒 配配色 咱们焯水至断生 就可以倒出来沥水 起锅放入食用油 凉油放入蒜片 给它炒香 放入原料 把调好的味水 放入锅中 翻炒均匀 清新小炒 是一道素菜 是清炒 清炒的菜肴呢 都要旺火 快速炒作 开始出锅装盘 椰栏好菜 每日更新